俄战争 偷袭吕顺 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 偷袭珍珠港等 日本经常会做出这种孤注一掷的战争行为 靠偷袭先发制人 以592年5月 日本全臣风尘秀吉 率部队15万人 战舰700余艘 突然经对马岛入侵朝鲜 两个月内相继占领了汉城 开城和屏障 以894年7月25号 日本联合舰队三艘军舰突然袭击北洋水师 重创了网易舰 不久 日渐又袭击了在朝鲜崖山口外丰岛的北洋水师 集成载有第二波增援朝鲜清军 并且悬挂英国国籍的高升号商轮 俘获了操江号 这场丰岛海战 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1904年 日本海军中将东乡平巴郎突袭了旅顺岛内的俄罗斯舰队 击毁了俄国三艘装备最为精良的战舰 列特维赞号 切萨利维奇号和帕拉达号 并且借此占据了主动 1931年9月18号 日本关东军炸毁铁路 日本军人十言万万 连夜偷袭东北军在各个地方的指挥部 许多中国士兵来不及拿枪便倒在血泊之中 日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沈阳的控制权 进而控制了东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十年之后 日本又偷袭了珍珠港 1941年 有战争赌徒之称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356 策划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 偷袭前 日本海军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摸清珍珠港内美国主力舰队的进出情况 偷袭前一个星期派了一艘游船前往美国 让美国认为近期日美无战事 12月7号清晨 日本舰队的27艘潜艇作为先前部队 到达珍珠港附近海域 由南云中一中将指挥的6艘航母组成的日军特混舰队 出动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袭击了珍珠港 美军200多架飞机未等升空就已经被炸毁 美军弗吉尼亚号和俄克拉赫马号沉入海底 亚利桑那号被炸伤 船体倾斜 甲板上的1177名将士丧身余副 面对日军的突袭 珍珠港没有丝毫还击之力 而在此次的偷袭中 日军仅损失29架斩机 有分析称 日本之所以酷爱偷袭 是因为日本自觉实力与对手有差距 而先发制人的偷袭最容易让对手遭受到重大损失 从而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 而日本往往会为偷袭作战下很大的本钱 如战前尝试坚搜集对手的情报 并据此又针对性地进行组织训论起方舰队 做好了充足的战争准备 而遭到日本偷袭的国家 无一不是在思想上麻痹大意轻视对手 又疏于战备 结果面对日军的猛然一击 往往猝不及防 有外媒担心 近日日本又以正加大力度谋求军事政策化 为日本可能的偷袭创造条件 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就竞选纲领提出的通过修宪 使日本拥有国防军营时表示 有必要制定交战规定 正式承认自卫队是军队 在与外国交战时依据交战规定行动 所谓交战规则 是日本自卫队相关法令法规规定的部队行动基准 近年来日本战机拦截中国战机的次数聚增 日本自卫队认为 解放军空军的行动能力给日本造成很大压力 因此日本针对中国海空力量的军事训练也日益频繁 目的就是对敌优势力量展开突袭 以日本目前缺乏战略打击的军力 都属于一些防御性或战术成绩的武力 要对抗中方 其实拥有完整的战略战术武力来说 日方想要达成所谓战术偷袭 其实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可惜性也不高 毕竟日本偷袭的结果可能会换来 中方在战略上无情的反击 面对日本可能的偷袭 解放军也做好预案 近日《禁传知识》杂志称 解放军应结合东南沿海原有的军事统统准备 加强对冲绳方向和九州方向的战场建设 特别是浙江 江苏和山东三省 距离左侍房基地不足800公里 要加强这些地区 海军设施的防护和隐蔽 防止日军发动突然袭击 据汉河防务评论报道称 解放军极为重视武器装备的飞战损耗 汉河原因美国侦察卫星照片称 驻伐东沿海某地 解放军航航部部队 把战斗器全部安置在隐蔽式机库内 整个建筑非常注重坚实性 摄影由钢板铸成的自动门 厚度接近0.5米 此外 亚太防务称 解放军实施电子战软杀伤手段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可以对日本自卫队的指挥通信系统 进行电子干扰 预防日本偷袭 美籍日益教授吉原骏警就声称 中国可能偷袭驻日美军基地 并煞有介事的预测 东风15和东风21弹道导弹是偷袭的主要武器 对于日本专家反咬中国偷袭的说法 毛先生您是怎么看 日本对华军事有三怕 第一是怕中国拥有大量的中远程战略导弹 它可以打击覆盖面到日本全土 那么第二是怕中国所拥有的战略核潜艇 那么它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突然发起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当然是中国拥有的核武器 那么日本声称中国有可能要偷袭冲绳 那么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 或者说在这种危机意识下面要进行的一种战略军事调整 那么其中包括将八千名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骨干力量转移到 那么同时呢也对冲绳本身的基地 包括它的那个军事的那个空军基地 加首纳基地 以及莆天坚基地要进行搬迁 那么也就是要分散它的一种军事被摧毁 被毁灭性打击的那么一种危险性 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那个日本也正在紧急的部署 对于中国的那些防卫性的那个措施 那么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正在进一步 以防范中国导弹攻击这么一种可能性来做出新的预案 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善于发动偷袭的民族 1941年12月7号 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发动偷袭